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把精灵腿上的恶组痕转移到自己腿上了 可是精灵却不知道 魏无羡对精灵的照顾从来不需要他知道 因为师姐曾经对献献的好 他都放在心里了 只有蓝望鸡知道魏无羡会这样做 看着他受伤 突然心疼起来 说要卑微婴 以前的韩光君可是很介意的 大概是失去过 16年后便更珍惜了 而且是因为蓝望鸡曾想到 在最初的摄日之争之前 自己被打断腿 被温潮一行人带去山洞 只有魏英看着他受伤心疼 过来说要背他 结果被拒绝之后 魏无羡去找温情帮了个忙 让大部队停下歇息 蓝战也知道是为了自己 这些他都记在心里 因为蓝望鸡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现在提起魏无羡却说自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蓝战只是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你从来都不记这些 有些小抱怨又有些小无奈 还有一种 你要这么说我能怎么办呢的感觉 蓝望鸡真是可爱 在魏无羡还犯嘀咕的时候 蓝望鸡走过来一把将魏无羡背起 简直霸气极了呢 现在的蓝战不仅比之前对魏英更好 在语言上也温柔了许多 以前是行为上好 语言上会毒舌 现在是特别温柔 两人被剑林指引 来到了行路里 遇上了老朋友聂怀桑 从而得知这里面的故事 魏无羡最喜欢的 就是边聊天边喝酒了 可是居然拿着一瓶空酒瓶 倒了半天一滴没有 蓝望鸡多贴心 很快就走到桌子旁 拿了一瓶酒给魏无羡 这实在是太宠溺了吧 而且蓝望鸡的家规是不能喝酒 或许这些年 他也不再执迷那些了 曾经蓝望鸡一直任魏无羡酒瓶的事 还仿佛昨日之事 如今的态度已经翻天覆地 蓝尔哥哥真是沦陷了 两人吹消弹琴 大有天涯玉之音的意境 只是魏无羡真的太大大咧咧了 他永远不知道蓝战的心有多深 偶然间的一句话 又让蓝战有点小生气了 两人再次回到客栈 听到了传闻 也查到了一些线索 讲完了16年的故事 一切又回到了最开始 在墨悬以身体里醒来的魏无羡 第一个认出来的是蓝望鸡 但是魏无羡一直很好奇 是怎么认出来的 这么问会让蓝望鸡生气 是因为显得不太关注的样子 因为蓝望鸡比较专一的只关心一人 而魏无羡关心的人太多了 蓝望鸡丢下一句 自己想就走了 虽然有点气魏无羡居然不懂 但是没办法 还是一如既往的宠和对无羡更好了 16年间的成长 只是让两个曾经的少年变成熟了 可是他们一曾许下的诺言和理想 却从未改变 难得的是这份情 比16年前还要深厚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陈情令 对于自封伶俐这件事 蓝战和魏英的认知是误差的 观音庙里魏无羡被金光瑶劫持 其实当时金光瑶 若是直接拿着蓝西辰的性命 威胁蓝望鸡 也是可以让韩光君就范的 蓝望鸡这个人看似高冷 其实内心最重情重义 可是金光瑶却选择了用魏英 威胁蓝望鸡 我们姑且认为 是金光瑶不舍得对蓝西辰下手吧 可能金光瑶担心 自己的形象在蓝西辰的心目中 更糟糕吧 不管怎么说 金光瑶能拿魏英的命 威胁蓝望鸡 就一定吃准了蓝望鸡 把魏英看得很重 甚至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那么蓝望鸡为了魏英 心甘情愿自封灵脉 对于这件事情 蓝望鸡和魏无羡 心里是怎么看的呢 或者说蓝望鸡自封灵脉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 而魏无羡看到蓝望鸡 为他自封灵脉 他又是怎么想的 先来说说魏无羡 魏无羡经过了16年的沉睡 其实心智思想 还停留在16年前 16年前魏无羡 就对他跟蓝战之间的关系 盖章定论过 他一直说他跟蓝战是知己 而且后来蓝望鸡 在百封山围猎的时候 为了不让魏英推开自己 几乎可以说是 被迫地承认了这一点 但是那并非蓝望鸡的真实想法 只是缓兵之计 先把人留在身边再说 而魏英此后就坚信这一点 即使察觉到 自己心里非比寻常的感觉 他也会将这种感觉迅速湮灭 然后和尚念经一般 不断说服自己 他跟蓝战是兄弟知己情 因为这个原因 重生后的魏英 一直尽力努力把蓝战当成知己 即便感受到蓝战对自己很好 即便知道蓝战为了自己做了很多很多 为了自己也受了很多苦 这些年也一直在找自己 魏英心里很想把之前的认知推翻 他很想认为 自己之前对他和蓝战之间的关系 有所误解 但是每次看到眼前 一身白衣千尘不染的韩光君 他就不敢了 或者说他就怂了 他自己可以偷偷想一下 但是他不敢奢望 这样雅正端方的韩光君 会跟自己有一样的心思 所以在看到蓝战为了自己自封灵脉 不顾及自己安危 看到自己在蓝战的心里如此重要 蓝旺基在用命护着自己 魏英彻底震撼了 他之前一直认为 他们之间是知己 虽然有世卫知己者死的说法 但是真的看到蓝战如此对待自己 魏英还是觉得不敢相信 他觉得自己 不值得蓝战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自己不值得让蓝旺基 把一盘活旗吓成死局 心里除了震撼就是感动 蓝战如此待他 他要如何偿还呢 再来说说蓝旺基 那十六年魏英在沉睡 可是蓝旺基一直在成长啊 十六年前 蓝旺基就没有正面承认过 魏英单方面对他们关系定义为知己的说法 被迫的不算 十六年前 蓝旺基就认定了魏英 经过了十六年的沉淀 这份感情 只能像沉酿的天子笑 更纯更香 势而复得 只能让蓝旺基更加珍惜 经历了金灵台 为魏英背叛全天下 拉着魏英 在仙门百家前 公然私奔 又一起在乱葬岗上 共同对抗傀儡 同生共死 之后还在莲花屋的祠堂 同用一炷香 共敬一对父母 在蓝战的心里 这就已经相当于拜堂了 后来又知道了 抛单的真相 在江城面前 毫不掩饰地护着魏英 这时候的蓝旺基 已经不仅仅拿魏英 当作挚爱之人了 而是把魏英 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了 所以魏英背擒 他自然能被威胁 为了不伤魏英 自封灵脉算什么 就是当他当场切腹 恐怕他也是愿意的 所以在自封灵脉的 这件事情上 魏无羡和蓝旺基 其实是有认知差的 魏英是从知己的角度出发 而蓝战则是拿魏英 放在家人的位置上的 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